近日,因美国针对委内瑞拉的手段评出,这令马杜罗感到危机重重。 美国已经开始对委内瑞拉实施离间手段,针对委内瑞拉军队进行贿赂,试图在内部瓦解马杜罗政府,从而令美军常去植入成功控制。 截止到2月20日,美国向中美这地区部署重兵,其大西洋舰队,已经开潜十余艘军舰,在加勒比海附近随时准备出击,而哥伦比亚边境地区,也涌现大批美军特种兵, 以赴大战即将来临的节奏。 从战略位置上判断,美国无一战具绝对优势,其距离不足2000公里,加上周围盟友国家极多,随时都有可能对委内瑞拉产生巨大威胁,而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明显不够,其距离更是超过上万公里,这样的支援无疑是边强莫及的。 俄罗斯国防部已经表示,俄罗斯无法对委内瑞拉实施重兵支援,这是毋庸置疑的问题。 不过,无论谁对俄罗斯的战略盟友动手,都必须慎重讨论清楚,毕竟这是俄美之间的交锋。 同时,俄罗斯总统普丁,在2019年2月22日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表示,如果美国拒绝俄罗斯的提议,悍然向委内瑞拉采取军事干预行动,那就准备做好重演古巴导弹危机。 在1962年加勒比海上爆发核危机,也被称为古巴导弹危机,时任苏联总书记的赫鲁晓夫采取极端手段,在古巴境内部署核导弹,并被国本土陷入核打击危机。 再多发势力得干,遇下,这场危机以苏联方面妥协而申告结束,不过,那紧张的13天,仍然让世界各国心惊胆战。 很显然,在无法对委内瑞拉实施重兵支援的情况下,俄罗斯再次采取致命性手段,试图借此控制委内瑞拉的局势。 如今,因大型运输机运载能力的提高,已经不需要和潜艇的运输,才能够抵达中美洲,其运输机可以在短短一切内,抵达委内瑞拉境内。 因此,俄罗斯声称的重演古巴导弹危机,是完全有能力实现的。 因此,摆在美国及其盟友面前的局面,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问题,那就是随时面临湖大战的来临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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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